根據聯合國統計 每年約有八百萬噸的塑膠垃圾 被丟進大海中 西非國家塞內加爾的首都達卡 正在進行對抗塑膠浪潮的行動 其中由一群業餘潛水員 組成的團體Oceanian 功不可沒 受到氧氣含量限制 這些潛水員每次下水 最多只能一小時 要在十線之內 盡可能把垃圾從海底撈出 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令人擔憂的是 這些努力很有可能只是被水車薪 因為塞內加爾人 每年丟到大西洋裡的垃圾 高達二十五萬噸 對這個西非國家來說 關心環保議題 遠遠比不上想要減輕貧窮的渴望 Oceanian在兩年前第一次舉辦潛水員下水清潔的活動 現在他們想要增加執行任務的頻率 從每個月一次提高到每週一次 但前提是有足夠的資金 我們知道海是太壞了 很多人看見海是一個垃圾 所以他们只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弃 所以我们是来自清洗 2015年 塞内加尔通过法律禁止贩售塑膠袋 4年过去了 这项法律却迟迟没有开始执行 旅游经典戈雷岛就是遭受污染的重灾区 People who go to the beach are drinking and partying and if there are no bins, things get left on the beach and then with the swell, it ends up in the sea and because it's a bay, it ends up here 团队最近一次的清理作业 就从海底整理出好几百公斤的垃圾 这是好的开始 但据李塞内加尔总统塞尔提出的 零垃圾国家目标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记者林孝如报道